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班迪卡表示他已经竭尽全力 公平对待朝野议员 但是政府与反对党在议会厅内的政治却让他失望 另一方面 国会反对党领袖旺阿兹沙则说 上个礼拜纳吉提成预算案 但是今天到了辩论环节 纳吉本身却不现身 来看下一则新闻 大马电讯公司TM今天宣布 现在的Unify家庭用户免费提升网速 并且从明年开始分阶段执行 直到2017年底前完成 每秒500万 1000万和2000万位元的配套 都会获得提升至少一倍 TM首席执行员詹詹赛拉尼指出 这项优惠只限于现有的Unify家庭用户 新用户的配套将会有所不同 针对政府宣布要在两年内 为上网配套的费用减半 TM公司则需再做讨论 另外有针对Unify用户询问说 是否可以在不要提升网速的情况下 获得折扣呢 他回应道 科技日益进步 网速的要求只会更高 并且建议他们提升网速 换个焦点 闹得沸沸扬扬的EMDB课题 今天在国会上被提起 首相兼财政部长纳吉 透过书面回答行动党国会议员 潘检伟的提问时说 EMDB子公司Brizen Sky 已经被另外一间国际银行托管了 以取代被撤销执照的新加坡锐益银行 Brizen Sky总值9亿4千万令吉的资产 保持不变 将由基金经理负责管理 不过 纳吉没有透露有关国际银行的名称 此外 纳吉也表明 在合理化计划完成之前 政府没有计划解散EMDB 资质竞选门公司列黑名单的课题 继续发酵 首相署部长阿都拉曼达兰透露 他已经掌握了资助竞选盟的企业名单与资料 不过他不会对外宣布企业的名称 他扬言会确保他们都不会获得首相署经济策划单位 政府及私人建合作机构及2017年财政运算案下各种政府发展的建设工程 另一方面 针对阿都拉曼达兰指说 槟城和选州政府也有黑名单一事 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挑战达兰公开这份名单 他更形容达兰是从小就说谎长大的人 很多时候做出无中生有的指责 就是为了转移视线 今天的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